近日一条上海居委会工作人员吃瑞士卷 而给辖区内包括老幽妇孺在内所有居民泡面的视频罢评 之后上海市青浦区徐金镇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文 给老百姓解释瑞士卷是身处防范区的同事 慰问职守工作人员百忙之中冲击的 工作人员吃点面包有什么错 第一在上海疫情期间职守的工作人员 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不顾个人安危留守一线 为辖区内的老百姓排油解难 组织大家有序策核酸 为辖区内的居民搬运生活物资 为老人孩子就医拿药 每天起早贪黑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时间来吃饭 吃点面包冲击再正常不过了 第二这些瑞士卷既然是慰问品 那自然数量不会太多 有限的面包如何能够公平地分配给辖区内每一位居民呢 完全分不过来呀 难道给你们每个人分一口面包就好了吗 第三泡面怎么了 疫情当前大家同心协力 可能吃得用得不那么顺手 但是国难当头能够吃饱穿暖 有屋子住就是最大的幸福 想吃可口的想用高档的没问题 等疫情过后大可以自己去选购 但现在不是时候 区别人都用得更多了 来我们的孩子都用得了